我国两期征搜大队征搜专长班地 158起已经正式进入综合考验中 学员们纷纷展现了高度专注 期盼未来能够顺利的度过考验 另外有外媒报道指出 曾经击毙盖达组织首脑 兵拉登的美国海报精英 海报部队第六小队 已经在过去一年多来 持续的针对台海局势进行相关演练 如果中共犯台 很有可能会及时出动 齐防台湾 一把冷水泼过脸庞 学员们双眼坚定没有一丝动摇 喝下苦茶 期许在后续训练能够苦尽甘来 两期征搜大队征搜专长班地 158起综合考试周 于20号深夜正式展开 学员们也在黑夜中展开30公里长跑训练 我国特种部队官兵努力战备 模拟大使馆遭到敌军战据 士官兵们从里到外逐步瓦解敌方阵营 不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又或者是夜间侦搜等特殊任务都难不倒他们 而根据外媒报道美方部队也有精英部队秘密针对两岸情势受训了一年多 若是中共席台很有可能第一时间协防台湾 外媒报道的这支海豹六队海军特战发展小组 是美国海军最顶尖的特种部队 主要任务是执行反恐人之救援等特殊任务 小队战功标炳2009年曾经营救过 马斯基阿拉巴马货柜船船长 更是在2011年极闭盖达组织首脑并拉登 那么海豹六队比较像是渗透型的一个忍者部队 标定目标来让精准弹药师是更精确的打击 他不会正面的跟敌方交火 环台利剑军演后 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嚇没有断 弱势战士一触即发 美方特种部队也将在作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站在对抗极权势力的第一线 有了民主盟友协助 更将坚实国防战力 记者成文彭颖德台北采访报道